完成的這個公式在這裡 再來的話呢我希望怎麼樣 把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東西把就是說前面不需要出現的東西 把它去除掉 那去除掉的話這邊 我們可以用到兩個函數 一個函數叫MID 一個函數叫LEN OK當然不是只有這個方法 你還有其他方法方法很多種 我想到的最簡單的方法應該用這兩個 那怎麼做?首先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做完之後的話呢這個 這個把它刪掉了 當然不是叫你突破的 以後當然你實在做不出來你記得還要選擇性貼上 自己慢慢刪吧 那如果你可以的話怎麼做? 特別注意 因為剛好 上面的這個 字數 藍位名稱的字數剛好四個字 那四個字的話剛好就1234到這裡 5 如果我今天給MID的話 MID跟他說我要切 哪些字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有個方法 我可以把上面的 藍位名稱的字數 四個字 加上 冒號 再下一個 所以加上2 加上2之後做什麼呢 意思說後面的這些字 四個字加兩字 第六個以後的全部的字我都要的話 那我其實可以用MID來做最簡單 那怎麼做 先把這個公式 撿下來 那撿下來記得不要撿到等號 撿下 2的話呢 再插入一個函數叫MID 那MID的話呢 它的文字 文字裡面 所以呢你就找文字函數裡面的MID 接下來的話呢 你就先把什麼 剛剛的公式貼到TESA 貼上 OK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 入職時間貿後 這個部分的資料就出現了 那再來的話呢 你要跟他講說 STAR LUMBER 哪一個字開始 STAR LUMBER 就哪一個字開始 我要從12345 第六個字 第六個字怎麼敘述 當然你不可能說你永遠這邊打第六個字啦 然後後面全部的字都要的話 你後面的LUMBER 你可以打99 你會發現 有沒有 結果就是我們要 那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你打99 明明他後面呢 只有 四個字加 兩個字 八個字加 十個字而已呀 你為什麼輸入99 因為 其實我不確定說 後面到底幾個字 我可以 輸入一個大於 那個數字的 他就意思說 後面我全要了 意思 OK 好 那可是問題來了 有個地方 會是 會是問題 六 如果你現在按確定的話 那 可是問題來了 後面的欄位 對喔 這邊剛好是第六個 可是剛好123 這個應該是第4 如果你輸入6的話 剛好就切到 456 剛好沒有了 那功耗的話也是一樣 後面切到這邊 切切到這邊 那內部號 可以 沒有問題 但這兩個就不OK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6這個數字 要怎麼產生比較簡單 其實有個固定的方法 什麼方法 第一個 你可以 算這個 這個裡面幾個字 這個四個字 對不對 這兩個字 那算上面的字 不就OK 所以我可以用算幾個字 用l e n 刮弧 跟他講說 你幫我算一下上面這邊幾個字 四個字 那我只要怎麼樣 把它加多少 加25就好了 那如果說將來 我換到這邊的話 他是不是就剛好 兩個字 加 兩個字 剛好四個字 完全符合 這也是一樣 所以我可以透過上面欄位名稱 但是你會發現按確定之後的話 其他要不要改 其他應該不用改 Mid 然後把剛剛的工具貼 l e n這個算幾個加2 然後99 按確定 但你會發現這個結果會不會是正確的 我們試一下 向右 這邊都對了 向下 怪怪的 好像他沒切成功 為什麼 你會發現有個地方只要改一下就可以了 哪個地方 向右OK 但是向下不OK 但是向下不OK 有沒有哪個地方 看得出來嗎 關鍵地方應該在哪裡 第2 為什麼第2 你會發現 錯錯在哪裡 點一下這個下面的公式 有沒有發現 第1 你會發現 本來這個公式應該是第1 他變成第2 有沒有 那 這邊下面 第3的 所以意思是什麼 其實你只要再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向下拉的時候 不能把1變成2 OK 所以記得把1前面加個前的符號 這樣子的話 就大功告成了 那特別注意 那第1前面要不要加前的符號 不能加 因為你加的時候變向右拉 都指到入職時間 OK 按確定 向右 向下 放開 有沒有 就 大功告成了 最後一樣 把D選到G 這4個欄位 然後在中間任何一條線快點兩下 這樣子 就 完成這件事情 如果你快的話 大概 不到1分鐘就全部做完了 但如果說你只不會的話 可能土法鏈鋼 半天都做不出來 所以這個效率 10萬8千里 那我在職場上面看到很多人 真的會跟不會 馬上那個工作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樣 不會的人 每天都 戰戰兢兢的 然後每天都很忙碌 但感覺就有點像瞎忙 為什麼 因為他不會這個方法 那會的人你會發現他很快就做完了 但他也不會 他 就做完了嘛 做完就多很多時間 所以你會發現 在職場上 就是可以看出來 哪一個會的人就很悠哉悠哉的 事情一樣可以在 就是 上班時間內做完 其實不只做完 早就做完了 OK 有一種我們每天都很忙很忙很忙 到下班還是做不出來 還是做不完 所以那種人蠻可憐的 每天都會被老闆定 每天都被老闆罵 最後心理壓力很大 所以最後可能選擇 就要不就離開了 要不就繼續撐著吧 因為可能還有 還有一些 貸款還沒還完的話 那還是要繼續撐 因為還是要領這份薪水 還是繼續被罵 可是問題 惡性循環 你導步怎麼樣 你就畢業之前 就把這些該學的學好 那你在職場上就很悠哉悠哉悠哉 每天就很開心 而且有很多人還蠻 你人緣會越來越好 人家都會來問你 你這怎麼做的 你這怎麼做的 你就稍微點他 但你不要完全 在職場上 還是要留一手 OK 因為畢竟職場跟學校 校園 氣氛是不通 不太一樣的 耳魚我炸的情況 其實還蠻蠻多的 OK 所以 也許 你就 反正是從一種求 我現在只是講我看到的 一些狀態 OK 因為如果你要想要將來 在職場上活得很愉快 那你可能真的要有一點本事 不然的話 你 你會看到就是說 負相的 我們當然不要這樣看負面的 我們都看正面的 正面的其實也活得很好 對不對 而且 他也不怕找不到工作 為什麼 我今天 老子不幹了 沒關係 很多公司找我嗎 為什麼 因為你有本事 你可以 我今天 對這老闆不爽 我可以說 我不做了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太多公司找著你了 對 鄧真理喔 OK 而且你反而離開這家公司 你還有更 更好的歸宿 薪水還可以更高 OK 不過前提是 你真的要有兩把刷子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只能就賴著吧 對不對 大概是這樣的狀態啦 我不知道各位 可不可以理解啦 我看到的面向 是這樣子 因為我從 就業開始 我就比較不擔心說 我 能不能找到工作的問題 因為我的第一份工作 屁股還沒做熱 另外一家公司 就直接來問我要不要 跳到那家公司去了 不過 那時候前提是因為 我 還至少稍微懂 那時候 還蠻熱門的一些 相關技術 像這種東西 那時候大家都還不知道 還不太熟 可是我已經很熟了 OK 所以 我去面試的時候 我記得 那時候反而 那個面試我的主管 還比我更緊張 反而好像感覺 變成說我在 我在面試他的感覺 我發現他 好緊張 我還跟他講說 你可以放輕鬆一點 沒關係 最後當然還有那個主管 我記得 不過我那時候還蠻白目的 他說 你什麼時候可以來上班 我還回答他說 我回去可能要考慮三天之後 我才答覆你 他可能覺得 但他不敢 他可能心裡面 很那個 你想說 這小子為你太囂張了吧 但他還是面露 微笑 我覺得真的太厲害了 那主管實在是 是EQ太高呢 還是 臣腐太深呢 我是搞不清楚了 不過我那時候 感覺上我是有點是 有點像 那個 錯落到那個 一個兇險的 那個 弱食性動物的 小白兔 我那時候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覺得 我怎麼可以 可以講出這種 讓人家覺得說 你這個人怎麼會 講話 這麼的 不得體 不過我是造實說啦 我很誠懇跟他講說 我可能要 真的是要考慮 因為我覺得 我 可以選擇 我的工作 而不是你來選擇我 不過前提是 你真的要有一點本事 OK 那當然我 前面是很努力 很認真的 把這些東西 都徹底的學習的 非常非常透徹 我才有辦法 有這樣的 這樣的機會 才有 有這種 我覺得 資本 所以我覺得 以後 如果你們 想要在找 比較好的工作之前 可能 先 先想想看 你有沒有 這樣的資本 不然的話 如果沒有 你以後 你可能找到工作 應該就是會落入到 就是 沒有資本的那種工作 因為變成一種選項 你會被選擇 如果你要選擇 別人之前 你可能就是先 做一些 投資吧 像我剛剛講的 你有沒有證照 OK 一張都沒有 對不對 人家當然第一個會想說 那你做了什麼努力 可是你一畢業之後 你至少十張以上 哇 那面試官一看 第一個 肅然起敬 怎麼比別人那麼認真 第一個好印象 所以之前你們有個學姐 就跟我講說 他也是考了好多張 其實面試官 第一個對他印象就特別好 最後馬上問他說 你什麼時候可以來上班 之類的 他就覺得蠻開心 他一定要馬上 一定第一時間很快就想要跟我分享 老師你那時候 幫我們 做這些事情 他覺得 還蠻愉快的 一定要跟我分享一下 好了 我回歸重點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剛剛 記得用MID 然後裡面的話 還有幾個重點 把剛剛的公司貼上 這邊的話 LEN 記得 在E的前面 加上前的符號 來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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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